白冰冰送别96岁母亲,妈妈和女儿都走了留她一人。 白冰冰送别96岁母亲,妈妈和女儿都走了留她一人。 福州新闻网,2018年5月6日16.02分30秒。 白冰冰送别96岁母亲,妈妈和女儿都走了留她一人。白冰冰告别母亲。 据台媒报道,5月6日,白冰冰母亲白献猪的遗体告别式举行,老任嫁于4月11日凌晨因病辞世,享年96岁。 白冰冰母亲近年大多卧病在床,已有失之症状,认不出亲人,加上推验困难报寿,短短20天就掉了30公斤。 日前送进家户病房十多天后,白妈妈就陷入婚迷,医生诊断是慢性中风。 白冰冰在母亲过世后,每天吃素念佛,还常常在灵堂前跟母亲说话。 昨日,她在家中做完最后的祝念法会,也亲自为母亲沐浴更衣。 与白冰冰相识数十年的朋友表示白冰冰很坚强,只是日前曾对她感叹。 母亲结快到了,可是妈妈却走了。 据悉,曾与白冰冰一起主持冰冰手的助理主持人简直豪、阿文、东燕等均前往致哀。 白冰冰痛苦中写出新声。 4月14日是白小燕,白冰冰女儿,离开21周年的纪念日,现在妈妈去找她了,以后只剩我一个人了。 白冰冰送别96岁母亲。 妈妈和女儿都走了留她一人。 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被杀事件,当时此事件曾被称为弯弯新闻媒体伦理标准的负面教材。 白冰冰冰送别96岁母亲。 妈妈和女儿都走了留她一人。 因为白小燕被绑架后,在案件未能公布的情况下,媒体实时跟踪报道事件最新进展。 虽然白冰冰冰贵求媒体不要报道,但为了追求民众的关注度,当时的弯弯媒体互相竞争依旧不断报道。 白冰冰送别96岁母亲。 妈妈和女儿都走了留她一人。 绑匪提出不得报警的要求,最后却看到电视报纸处处都在报道此事。 于是丧心病狂之下撕票,将白小燕杀害。 白冰冰送别96岁母亲。 妈妈和女儿都走了留她一人。 而时至今日,失去爱女的白冰冰又失去了身为至亲的母亲,如今截然一身。 白冰冰送别96岁母亲。 妈妈和女儿都走了留她一人。 参考来源。